我叫Cindy,Cindy Hansen 我的中文名字叫蒋新荣 我是居住在城县尔湾的一个房产经纪人 我从事这个行业有17年了 那之前呢我是一个房产投资客跟一个小学老师 2024年城县高端房地产不止价格创新高 尤其是沿海地段的独栋住宅 平均售价更涨到250万美元 主要原因是蒋新荣解释 因为2024年4月1日 洛杉矶推出豪宅税 将超过500万美元豪宅 税率增加从4%到5.5%不等 最近状况还蛮特别的 那前一阵子在两个礼拜前 我看到一套房子 那它大约是600万左右的 我的客户呢因为刚回国去 所以呢我就要送这个房源给他 不到一个礼拜这个房子居然就没了 那我就问这个经纪人说 诶,what's going on,what happened 你想说600万房子可能应该没有那么快吧 他说哦,Sindy,we got multiple offers 我们有很多人出价要买这个房子 所以我也很shocked 那最近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那时候 前一阵子一个朋友让我去看他的房子 在Orchard Hills里面那他说我们这房子里面最便宜的大概280万 我一看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摆设可能需要一些改变 那个房子居然还没有卖掉 所以这个市场上会稍微有一点点混浊混乱 但overall来讲的话还是比其他地方都还蛮好的 面对动辄500万美元豪宅 买卖双方如何做出双赢选择 蒋新荣强调,主要归功于地产经纪专业 是否能帮助顾客完整分析市场动向 同时搭理好房屋买卖期间的各种大小事 因此建议多面试几位经纪 从中挑选出最适合的经纪人 协助打点好一切 那很重要的是这个人的信任度 还有他的专业领域 那怎么找他们呢 你可以从亲朋好友 或者是比如说邻居用过这个人的买卖 你可以问他做的怎么样子 然后上网去看他的reviews 这很重要 看完review你之后大家知道说 这个人是比较寻于比较和蔼可亲型的 holding hand型的 或者这人就是很cut 就是很cut through 就是他帮你negotiate 但是跟你没有太大的relationship 你要找一个适合你自己的经纪人 因为经纪人就是代表你 去帮你做买卖做交易 是你的门面的人 自己的房子也是一样 门面很重要 干干净净的 尤其是最便宜的 一定把它刷干 就像你出门洗个脸啊 上个妆一下 这是对你是有加分的动作 那在好一点的情况之下 你的经纪人可以告诉你 这个就不用做了 这个其实没伤大雅 你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 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或者是家中的摆设的布置 有可能是你喜欢的 可是不代表说这个大众的口味 就为什么你去model home的时候 你就说好漂亮 可是你真的是这样生活 那不是的 所以你的摆设 卖房子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产品了 所以你要听专业的人 或staging帮你 有些东西可以挪开 放到车库去 这会增加你这个曝光率 还有增加买家喜欢你房子的 那个机会 强调近年来 常见的诈骗手法包括 欺骗受害人购买不存在的豪宅 到用客户资讯私下买卖豪宅 这些都会为买卖商方 带来巨大损失 这是一个最近的一个案例 不是我的客人 是我一些经纪朋友 我们有时候会share一些 那个心得啊 或发生的事情 那就是他有一个卖家呢 在卖这个房子 那这个经纪人跟买家 刚好是中国人 那这中国人可能买一买 买到一半的时候呢 他已经remove contingency 意思就是他已经解除 这个限制条约了 一般来讲是17天 17天的时候在加州 你要签一个合约说 我百分之百要买你的房子了 然后如果你改变心意的话呢 你的定金是会被没收的 for whatever reason 这个经纪人没有告诉这个买家 买家说我不买了 我要cancel这个交易 15万块钱的定金就这样子没了 这个是很心痛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希望说 你在做买卖的时候 了解这些程序 然后这个经纪人是非常懂合约 跟懂计部分的法令 比如说你现在要卖房子之前 假设你现在要把你OC的房子卖掉 然后呢我们就跟你讲下 现在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那你也告诉你经纪人说 我想要搬到那个Chicago去 那要刚好我在Chicago 有非常好的经纪人朋友 今天他就跟我说 Chicago现在往下降 没有什么 没有不是说很好卖房子 这个时候你就变成这个 卖高买低的一个情况 所以把你的工作功课做好的话 而且用你的经纪人的network 你就可以知道说 如果我现在要投资纽约 纽约是a little slow right now 你可以去投资那边 所以知道一下市场的情况 是对你非常有利的 强调南加州城县的豪宅市场 一直处于高度竞争状态 因此无论是买家初次置业 或经验丰富的投资人 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并与专业地产经纪合作 才能杜绝诈骗 打造出梦想家园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